然後你就說 求之若渴的 好像不是好奇 其實好像是源自於自卑 就我發現我自己 可能是因為家庭教育的關係 就會讓我很想把事情做到最好 比如說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爸就一直跟我說 你要考北一女喔 你念高中的時候 他就會希望你可以考到台大之類的 他買台大的筆記本 給我說你用看 這是台大的筆記本 就是你能夠感受到 好像認同來自於 你必須把事情做到極致 那個極致 他的標準就是 某些名聲或是這樣子 或是可能你家人的期待 對對對 然後我自己在回顧這件事情 然後在想想看此刻 自己就會覺得說 我好像做很多東西 我都會把它做得很好 那來自於可能就是 我想要獲得別人的期待 我們歡迎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年而在 我是主持人 team 讓我們歡迎 睽違已久 終於發專輯的 都市零件派對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都市零件派對 然後我是吉他手 世景 我是主唱BB 睽違了12年 12年前 你們大概剛畢業出社會嗎 接近學生 就是剛出社會那時候吧 對就是 學生的尾巴 青春的尾巴 我剛才回首說12年前 我還在念國中 可惡 我不想知道 可惡我不想知道 等了12年終於發首張專輯 叫做Celebrate同樂 要不然來介紹一下專輯概念 這張專輯叫做Celebrate同樂 這是我們的專輯封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會有金光翔翔的一群人 在黑暗中有互動 可能是圍著圈或跳舞 但他們快樂 其實我們只是希望透過這張專輯 可以陪伴著大家 這張專輯裡面其實有十首歌曲 每首歌曲都有不同的風格 講不同的議題 然後可能有些是講親情 有些時候是講人生 你可能夢到一些困難 但我們只是希望可以用比較輕快的口吻 去陪伴大家去度過這些困難 對 裡面如果講一些關於快樂 關於很興奮的歌曲 什麼的 那都是想要跟大家一起同樂快樂的部分 我們也會帶一些比較舒緩比較輕鬆的曲子 那也是希望能夠大家在面對一些挫折一些不開心的時候 我們也用LOV 用TOM LOVE這樣的諧音 然後希望能夠與大家就是一起共同度過 然後給大家更多的鼓勵 可以說是接近了所有的力氣 真的做完就覺得 對就是我盡了全力 那我要來介紹一下 因為裡面其實真的很多首 那我們就一手一手來談嗎 都可以啊 可以啊 那就先從第一個 Hello 你決定 這首歌其實是在講人的選擇的部分 關於選擇 就是 就像我今天可能選擇了在受訪 但是我可能會錯過了可能某場電影等等的 當然這些都是很小的一個人生的鏡頭 可是其實在人生中可能會有很多重大的選擇 那這些選擇的背後你可能都會有一些 可能是無奈 或者是你 在未來自己有可能後悔的一個 的念頭 對 那我們把那樣子的曲子就是 呃 寫來這首歌 就想說 我們還是可以笑看這件事情啊 對 那但是就是人生就是 要你做很多的決定 然後很多的決定又要回過頭來就是跟你的 本身的條件有點關係 就是啊比如說金錢上面的條件啊 還有甚至或者是你的能力 或者是你的時間等等的 那就是這首歌叫做 哈囉 最後你決定的是什麼 到底是 魔鬼給你的一個 就是 就是暗示還是 天使給你的一個 價值觀這樣子 讓你做了這樣的一個決定 嗯 曾經有後悔過什麼 後悔了 我覺得後悔的東西還蠻多的 但是我不知道我後來都覺得選擇 就是自動的遺忘 我也覺得人生會快樂一些啦 你有想過什麼後悔的嗎 以前會覺得很常後悔 就比如說 我今天到底要坐火車還是坐客運來台北 然後每次搭火車看到很多人的時候 我就會後悔 或者說要不要早知道坐客運這樣 對可是 我覺得人生就這樣啊 你可能在很擁擠上的火車 你可以觀察出 或是你真的能感受到那些擁擠的 原擁擠這種感覺 就是我現在不會覺得任何的選擇都會有後悔 就是你選擇完就做 那覺得不好或是難沒關係 反正就這樣 對啊 反正你都有獲得啦 我真的超常悲 就是 很多人會跟我說什麼 早知如此何必讓輸這句話 然後 其實後來我會跟他們講說一個觀念就是 跟他們分享說 其實假如說我們今天說 可能要走A這條路 然後我們會說 那如果我找自如是我們搞不好就選B這條路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換一個角度想 如果我們選擇B這條路 會不會再想說 那如果早知道我選A這條路 其實沒有找自如是何必當出這句話 我也是認同這句話 就是我們活好當下 就是夠好當下 就是不用去糾結另外一個決定會怎樣的話 好像人生會少一點煩惱 我覺得 後來到現在我好像就是 心態就會比較平淡嗎 我自己覺得這首歌在進行的時候 它很像你在看選擇的當下 而不是你體驗完選擇結果的這些 我們剛才聊的凡事 因為其實在Bridge當中 它會有一段就是歌詞叫做 你選了什麼為什麼 你選了什麼為什麼 其實 你在很多眾多選擇的過程當中 時間走一直往前堆 其實這種對話 時不時都會出現在你腦中 你會想說我為什麼要做這個選擇 我為什麼 對 當這個選擇不好的時候 你通常這個聲音會越來越大 嗯 對啊 懷疑自己的那個聲音或是 對 但是我們就比較希望用比較輕快的語句跟歌曲 就是說 啊其實沒有關係 你當下也許會有點沒安全感或焦慮 但是 你度過這一段時刻 你也許會有答案這樣子 然後第二首歌是給通電話 嗯 這首歌 其實在講就是 一個不同的視角在討論感情 那其實從詞曲的產生 到一直最後的成果 其實有相當多的變化 包括在 甚至旋律方面有做一些很大的改動 然後製作人其實也 有加入他自己的巧思 就是他就想說 欸 電話嘛 所以他加入很多 奇心怪怪的聲像 魔號聲 對 就是他 他說他找很久 找了很多怪怪的聲音 我們那時候其實有個想法 很害怕 就是那個電話聲 因為我像現在人其實很少用電話 你知道嗎 我覺得現在越來越多人就是不喜歡講電話 對啊 然後我想說大家會不會對那種電話波接聲是 對 我那時候會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就是 擺出來真的很好 但是對 那時候我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反而有 就是那時候我在可能公司上聽到這首歌 我就想說 喔還不錯欸 對啊 其實那種播號 因為他其實播號有很多個 他其實做很細就是 真的包括每一個聲音都做出來 就可以每一個按鈕都是不同的聲音 對啊 對啊 我那時候就跟製作人擔心說 欸會不會 因為我自己 自己以前有一些聽覺上的體驗 但是是不好的體驗 就是 那種有人在他那種創作人啊 就是我忘記什麼歌了 他會把比如說關門的聲 放在他自己的音樂裡面 然後我每次放到那個 我孔就覺得 誰闖進我的房間裡面了 我每次都嚇到 所以我就想說這個首歌我有疑慮這樣子 後來就是好像目前沒聽過這種可怕的反應啊 所以就好 那製作人的決定也是對的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製作的過程當中 我們算是需要一個製作人去帶領我們 因為我們很容易會放大那些小細節 那那些不安全感也同時會被放大 他有他不安全感的地方 我其實也有 對那 這部分其實製作人來回溝通很多次 那其實後來經過製作期完之後 然後成品出來 如果去看這些憂慮的東西 其實好像 好像不是沒有發生 就蠻有趣的 所謂不安全 可能市井的不安全感跟你的不安全感 對 大概是什麼 就他剛有提到就是那個聲響 那我的不安全感是 比如說和聲好了 因為我在我們這張專輯 其實大家細聽的時候 會有非常多的和聲 那基本上 我們兩個都有去做和聲的便寫這樣 那當然就是 比如說吉他手的時候 在編吉他的時候 會編太多 其實被編和聲就 因為有時候會被編的太多 太滿 太滿之外 就在mixing的時候 你會想說 我的和聲在哪 我的和聲在哪 你就會 剛開始你會想要把它推出來 想去溝通這件事情 可是你 那時候沒有經驗嘛 可是你隨著很多手mix 都愛聽的時候 也跟製作人溝通這件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說 其實頻率的 平均是首要條件 那和聲他必須 要把他這件事情 要達到的狀態下 他當然不能太前面 或者是太突出 對 那時候我想說 怎麼那麼小聲啊 就是想說 我編怎麼沒有聽到 我很喜歡耶 也是會努力很久這樣 就希望多一點點這樣 編出來當然是都自己喜歡啦 對但是 可是我覺得 後來我能夠理解這件事 我也覺得這樣的選擇是對的 對啊對啊 第三首是魔鏡 嗯 要不要來分享一下 大家應該有看過白雪公主 他其實 他主要主角不是魔鏡本身 是面對魔鏡那個壞皇后 對 其實 這首歌的創作是來自於世紀 他要講的是 我們撇開就是身份好了 或是立場 其實只要是人 我們都會希望被愛 或是被認同 那即便是在白雪公主裡面的壞皇后 他其實也是因為嫉妒 對他也嫉妒為什麼有白雪公主 對啊 然後又有王子可以去找他這樣子 他就只是處於嫉妒 可是他嫉妒的背後 也許他只是來自於 他也想要被認同 也有一個人白馬王子 可以在他身邊去照顧他 對 用這個視角去看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 就是 人好像都是蠻中性的 就沒有想說 就是你跟那個好壞的那個界線 就不會這麼明確 對 然後我自己覺得世紀 用這個角度去寫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聰明 我想說 他怎麼可以想到這樣的視角 就真的蠻厲害的 對啊 世紀要不要講一下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漫畫 有一個 大家常常被大家截讀分享 就是 每個人都很有可能成為 別人生命中的壞人 對啊 就是搞不好你也是別人 別人的故事裡面的壞皇后 誰知道呢 對啊 你可能因為某些嫉妒 或者是什麼 所以在參與 就是有接觸到別人的感情 生活的一個橋角 誰也知道呢 對啊 那就是 這張 這個魔鏡在這種童話故事 就是在到我們這樣的身份 就比較稱人視角以後 我就覺得沒有真的壞人 大概是這樣 我剛才有被他一句吸到 他說 搞不好其實每一個人都是 可能有可能是別人的壞人 那我剛才就很努力在想這件事情 你到底是誰的壞人嗎 沒有沒有不是啦 就是 你在心中 我到底得罪過誰 我都不知道 有可能其實 是有可能 對這就是因為其實 我們可能也許身為 好我做 可能做影像師業 或是可能每一個人 像說你們可能做音樂產業 然後可能或是誰 就是可能每一個他都社會角色 然後我每一天都要接觸很大量的 可能人群或什麼的 一定會有人喜歡跟一定會有人不喜歡 對 而且其實這個當代還是蠻弱弱强實的 對不對 像你的工作 如果是很好的工作 你是不是也是踢走某些人 你才辦法做到這個位置嗎 你就是那些踢走的人的壞人 對 可是其實就是 你也是有你的立場啊 對啊 就是你也 就是如果你已經有酒足飯吧 你不需要這個工作 當然也不想當別人壞人 就好像魔鏡裡面的話也說 就是 如果我已經有愛來去填滿了 誰想要變成壞人 去爭取更多的愛 這樣子 對啊 就有時候很難啦 就爭多周少的時候 大家都不得不成為別人的壞人 這樣子 那你們相信人性是本善嗎 我相信人性本善 我還好 我還好 就是時候味道而已 但是我覺得 我們的教育 讓我們 就是有更多的善的部分 正在產生 對啊 如果你就知道壞皇后他的初衷 你就不會這麼討厭他 因為覺得說如果我是他的立場的話 我站在他的立場 也許我也會所謂的嫉妒性 可是我選擇方式不會這麼爆裂啦 就是為了毒品我毒私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那個情緒跟嫉妒性是 是真正有知的東西 對是不可服的 我剛才想到的是說 會不會其實 可能台灣很多 就是有些犯 就是可能有犯罪的 他們可能 其實源自於他們的 就是沒有被愛 或是被理解 所以他們選擇這些方式去 因為剛才我回想到 國小幼稚園的時候 然後我有一個同學 他就是可能他爸爸是Jazz的師姐 然後他可能就很常在外面跑這樣 然後他是單親 然後他就是國小就很常被丟在 就是他爸爸會給他錢 但是就只有給他錢 然後沒有陪伴他 然後他就等於說自立自強嘛 就是他就只能感受到錢 但他沒有感受到可能家人的溫度 或者什麼 然後結果他後來就可能加入 王牌 然後就我是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 但是對 就覺得 我那時候在想 會不會其實有一部分原因 其實也是因為他 可能沒有被愛 或是沒有感受到家人的愛 或是什麼 所以他產生 就是沒有被認同的感覺 或是沒有愛的感覺 然後剛好認同感是來自於幫派 他就進去了這樣子 對 有可能 然後你們接下來這首歌是 好機會 對 然後也算是你們這一張專輯裡面 前幾主打的 嗯 算是我們專輯發行前的一個先行的主打 對啊 然後這首歌就是 相信自己一定會有好機會 對 就是在講機會這件事情 對啊 就是說我們 會給 用一首歌去年齡一種鼓勵自己的話 就是說 我們這次不要再錯過了一些 生命中的一些可能性這樣子 比如說這次的面試不要再錯過啦 然後比如說 嗯 就是 有一些 該爭取的 你去試試看 然後抓住那樣的一個機會 然後也很 帶著很多的祝福啦 然後就是好玩的 蠻好玩的歌 然後音樂上 嗯 也是跟當初的demo差的超級多 一開始也只是一個 就是幾個鼓組加一個木吉他就結束了 然後到 嗯 我們 有帶著他演出過 就是 嗯 我們在發行專輯的結果上 會也是 經歷蠻久的 那有演出的時候 就慢慢的再讓他不斷的進化 什麼funk啊 discord啊 對對對 然後有時候也 就是跟一些樂手合作啊 就是 刺激我們一些想法 讓他有一些更多的變化 一直到現在目前的結果這樣子 對啊 就覺得這首歌 玩 玩蠻多的在音樂上的想法 對啊 然後包括BB也是在 就是塞了超級多的和聲進去 你說我看你塞了是什麼 你說 喔 八死鬼 哇 太多了吧 對啊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可以要扁到八死鬼 就是 對 因為有些也要大餅啦 但是就是蠻多corespond跟一些那種 那種 嗯 對 嘴巴衝出來就是小聲響這樣子 然後什麼 就是他那個位置那個定位啊 對啊 對啊 就是蠻完大的 那其實呼籲剛剛自己講就是 呃 我自己會覺得他是一個很正能 正向能量的人 因為就是 相信自己一定有好機會 就是大家應該很知道有個叫吸引力法則 我相信 完全相信這件事情 對啊 喔你是堅信不移的嗎 他現在還在相信 我還好 所以他寫好機會 信念不夠強 所以他寫好機會 對 我寫好機會 但我信念不足 就是關於那個就是什麼 吸引力法則這件事情我持平 對 我持平看 你不是說說看嗎 對 搞不好說服我了 我就有好機會了 我相信 我完全相信吸引力法則 那你來分享好了 你先來分享 我跟你說 我其實是努力相信這件事情 就是 我 我有發現 我有自己的察覺 是我 我會去看事情的結果 去評斷我的選擇 到底是對我跟我錯 所以我不會是 事先相信這件事情 然後引導成這樣的結果 當然我很想打破這件事情 因為我看了很多 吸引力法則相關的一些介紹 然後外界都在講什麼 就是 就是 你不能只是單說 你覺得這件事情會成真 當然你的目標不能好高無人嗎 那你要真心的相信 然後你最好是對這個 信念是有個很明確的畫面 比如說 它會在哪裡發生 然後會有 場景是長怎麼樣 吸到可能 周邊會有哪些物件 對不對 其實這三件事情 對啊 就是 然後去做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的困境是 我沒有辦法真的相信 就是或是 我在相信的時候過程 我還是會六塊的聲音說 你在刻意相信喔 我覺得這是很難 我現在還沒有 就是不夠完全相信 對我現在還沒有突破這件事情 就是信仰不足欸 所以好機會就是 所以他每次唱都在催眠 不是啊 就是在為自己的信念加強 信念加強 對啊對啊 因為我好像前幾年才看到 就是你的文章嗎 你在說就是 你很想 有 念頭說想要轉換跑道 對啊 就是信仰不足 那為什麼會想要轉換跑道 因為你其實在裡面沒有寫 所以為什麼想要轉換跑道 你只有說你在思考這件事情 主要還是會覺得自己 沒有做到自己想要的狀態 就是 不管音樂本身啊 還是 可能 其他角色方面 對 比如說在家裡面 當女兒 或者是 在 一個關係裡面當女朋友 就會覺得 當你生活一團亂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欸自己好像需要停一下思考 你目前是不是要改變一下 對對對 那 可是我的個性 比較 就是 理性分析網友 還是會偏感性 還是會感受一下 當下自己喜歡什麼 所以你覺得你現在狀態不好 嗯 此刻是還好 但是那一段文字的當下 其實是不好 那時候剛發情節 我覺得 我覺得任何音樂人 在那個時候都是焦慮的 焦慮的 其實也問過一些 有發行過專輯的啊 了解到 其實 被 就是 前面當然要盡量展現 我們對於這種 我們作品上的自信 但是我們背地也是會覺得說 我們到底有沒有做足準備 所以那個 心態的忐忑 我覺得任何音樂人 其實是都有的這樣子 對 對 能說是因為希望 希望被 被看見 所以產生的焦慮嗎 應該是 就是好的 希望有好的結果 我覺得 因為畢竟我們也 投入很大的心力 對 就是不要說 金錢上面 我們花了很大量的時間上面 我們希望這件事情可以 可以被得到認同 我覺得 就是 其實 不要說音樂人 我覺得很多藝術家 都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都很想要做自己 誰不想做自己呢 就是 就是任何藝術家 就想 就希望我們的東西出來 就是 這個很real 但是我們同時也希望 我們的real 是會被認同的 就是 那我覺得是 無論是你是 做音樂還是做藝術 這就是 我們 每天都在為 自己跟外在之間 在做一些抗衡 這 蠻不容易的 你們自己覺得 你們這樣夠real嗎 算蠻real的吧 就是至少 我 我 心中預期它會產生的結果 這件事情沒有很大的落差 就是 我在當初找製作人之前 在2015 2016 開始想要籌備這張專輯以前 我原本心 心態大概就是希望做出 這樣的 長相的東西 對 那 呃 它到底會不會被你買單 我們也當然也只能 心中覺得它應該會吧 對 那當然就看一下結果 對 希望大家就是 真的聽了以後 有得到 很喜歡我們的 feedback 這樣子 你的real 是指 就是 很 自己內心的想法出發 那是 雖然過程當中 蠻不real 我的不real 是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再去處理一些細節 或是技術上面的東西 但是也是希望能夠達到 心裡收想的樣子 對啊 因為其實我聽的時候 其實是能感受出來 就是 或是在對談中 其實是能感受得出來 這個能量的嗎 對 所以我還沒懂 就是說 剛才的事件我講到說 他們 就是你們已經很real的去做這件事情 對啊 所以我就 如果是開我的角度 我就說 那它就一定會是好的 對 所以我覺得 就如大家所料 我覺得應該也都 就是都會是好的 就是都會是好的 信念 信念 對 我回來還分享我 對啊 我想知道啊 你如果真的可以做到 我會想要參考 我其實每一個月嗎 我都會 就是我在我的房間的書桌的前面 我每一個月都會寫一張小紙條 一寫一到兩張 就大概會是十個想要 就這個月想要達成事情 對 然後呢 有一個比較大一點的呢 就會寫說 今年我要達成什麼事情 然後三年內我想要做到什麼事情 五年內我想要做到什麼事情 這樣 我每一年都寫 每一個月都寫 然後呢 我就會想說 好 假如說像去年的時候 我就會寫說 可能我想要跟誰訪談 跟誰訪談 然後我想去哪些國家 然後我要賺到多少錢 然後我就會開始 看著它 我每天都貼在那個房間的前面 就是我書桌的前面 然後我每天就看它 然後我就會想說 那我現在達成進度大概多少 然後可以怎麼樣做 可以去達成這些目標 然後我就相信 它一定會成功 但是它會成功的情況下 我會要做哪些東西 然後慢慢就會吸引到這些資源 然後是主動去要這些機會 然後這些就自然而然就發生了 所以我在回顧 就是前幾年我所寫的好像 真的沒有一條是沒有實現 真的耶 我也看到很多人分享 他們也是這樣的狀態 你這個做法 我有看過人家做的 那個我看 那時候 你會不會練視靈異期啊 你說那個 那個 那個 對啊 他也是這麼做耶 是喔 那都表示這件事情是可以可行的 我們都可以去做這個實驗 做起來 做起來 因為好像也是幾年前 看到說他就是會在他的那個 也是桌前 他就是好像要得金曲獎吧 好他成功 對 但是他成 就是說他真的得金曲獎的時候 這件事情其實是過很久的 但是他有貼然後被人家偷拍到 然後就被就是被被被拿來調侃一下這樣子 有二文 可是這也代表說他其實信念也夠強 就他至少知道說他可能要做可能要做很多 然後每一張都很認真的去感受說 他的東西把他集中在作品裡面 然後他就會實現這東西 就他好像是自然而然的 OK 這些都是成功案例 啊我又想到就是告文的雲南 他很早 他沒進相聽之前 他也有做類似的事情 所以他就在他的在宜蘭的工作室上 他們就是有列個計畫 比如說他今年要做完一張專輯幾首歌 這樣他就是大大寫在前面 所以當可能他一直看的時候 他就知道對對對我要做這件事做完一件事情 那你做的時候 你就不會花時間去想我要哪些事要做 就這是目標啊 那好看到目標你接下來要做什麼 對然後就可能每一天可能你看到 喔好我今天要看到 喔我可能要發一張專輯 好那我現在進入大概我要有哪些歌 然後大概主題會是什麼這樣 然後就開始落實這樣 那我可能今天要去哪些地方 蒐集哪些靈感什麼的 那如果是你聞的話 你聞接下來就是 如果說的話 你會想要達成什麼樣的目標 這題我可能真的要回去好好想 但是也有被問過這題 就是我那時候回答就是 我希望就是我未來可以讓音樂這件事 可以讓我再穩定一點點 但是至於剛才講的那個細節是什麼 我可能回去要想一下 但是我應該會往這個方向去設定 然後我記得你還有說過就是希望被更多人聽見 對啊 持續做音樂 讚 讚 那你咧 你咧 你咧 讚 因為我現在也沒辦法有一個具體的東西 想不出來 我現在也想不出來 我現在就是 目前的念頭就是 最近的念頭主要還就是推廣這張專輯 然後希望這段 也被更多人聽到 對 然後更多人認同這樣子 我剛才想到一個 就算是 因為這張專輯就是你們跑了很多宣傳 那時候好像是BB先敲我 然後你說透過會主介紹 對 這其實這個動作就是主動就是一個 對啊 往那個信念的方向去 因為這時候 其實這張專輯宣傳都是我們自己努力 對 包括什麼宣傳照啊什麼的 你們自己拍 對啊 就是 他就有個目標你要去做這件事情 當然那你做有些東西就會成真 好像是這樣的 這樣的脈絡 對啊 所以就是你們很主動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真的也就成真了 對啊 嗯 真的 接下來這首歌 至少還有我 要不要講一下 這個其實我覺得很適合 可能你在 可能maybe 你在低潮 或者是可能正在 迷惘中的人 對 可以聽一下這首歌 那時候聽你說你在車上聽專輯 嗯 是公車嗎 對 就是客運 因為像這首歌 我會覺得就是很適合你就是 下班很疲倦 你真的在搭車返 反家的過程中可以 舒緩一下聲心的一個曲子 包括裡面故事的內容 就會好像你在暗示就是說 喔 你其實 筋疲力勁過了一整天 然後你現在 然後你準備回家 然後回家有 有那個正在理解你的家人 或者朋友正在等你 對 那樣子的過程 然後而且就是 就是會那種陪伴的感覺 就是這首歌想要表達給大家 那希望就是大家可以透過這首歌 能夠就是舒緩一下自己 就是可能一天很緊繃的神經啊等等的 那是這樣子 好我們下一首歌 游牧喧嚷 一切都是過程 對就是這首歌其實是在講 闖出那個舒適圈啊 就是我把游牧跟喧嚷這兩個 基本上超不搭的字 合併在一起 合併在一起 就是在有點 想要有一些寓意 就是說游牧可能就代表你 你心中的一些理想的面貌 可能是一個充滿自由 可能充滿令人嚮往的畫面 那那個喧嚷就是可能困住你 或者是你身在其中很擁擠的一種狀態 那我們人其實很 就是在當代啊 包括很斜槓啊等等的 這種情形 其實很難讓你真的 可以就是 就是肆無忌憚的 直接走出去 那這我 我希望透過一些歌 去鼓勵這樣的狀態 可能 你心中有一些困境 希望 就是 一點勇氣 能夠跨出去這樣 那這就是 游牧喧嚷想要表達的意義 這樣子 對 其實這首歌它在 我們去年有發了一張單曲 對 當然那個編曲是 跟專制裡面的 游牧喧嚷是不一樣的 對 來自於就是 製作人對這首歌 它有它的想法 它覺得說 我們的團它比較 沒有草原的這個元素 我們音樂還是偏 好像在發聲都市 所以世界音樂成分比較少 但是去年那張單曲 游牧喧嚷的版本是比較多的 民族音樂 民族感 民族感是蠻多的 所以就是 未遲 就是我們這首歌 打掉重點 對啊 就是重新編曲啊 然後 然後我滿喜歡 現在編的一個巧思 就是它前面主歌的時候 會有一個coresponder 對 其實就是 我們很像 你可能今天很忙 或是你有一些東西 現在時刻卡住了 你會有很多的聲音在腦海 最常發生可能就是自我懷疑吧 自己腦中的那個聲響在那邊跑 然後你就一個人走在路上面 然後這些聲音就是不斷在你腦袋 就是 打轉 對 就是為那個場景去發想的一個設計 對 我是覺得蠻喜歡的 所以你們自己有跨出 對你們來說 你們自己有發出過 可能在寫這首歌的時候 是想要跨出什麼樣的舒適曲 嗯 當時在寫的時候 我覺得現在就算是真的跨出來吧 因為畢竟我 我過去也不是音樂科系的出身 對啊 那其實一直想要 從事音樂相關的 但是 就是畢竟我覺得傳統 家庭的觀念是 對這件事情已經是比較反感的這樣子 可以理解啦 那其實現在 音樂也不是一個好吃的飯 對 就是它還是有它辛苦的部分 那但是 在從 那時候寫的時候 也是一個 從學生進入社會人士的一個過程 你會心裡對於未來的自己 會有一些嚮往跟期待 對 所以在那時候 寫下了這首歌這樣子 那 我覺得現在的身份就的確 我 我會 比較認同自己就是 比較偏音樂人的方向 而不是 過去一些 可能要 隨著自己的科系做選擇這樣子 嗯 那時候的嚮往跟期待就是 騙音樂人的狀態嗎 對 就覺得我想要 從事音樂相關的工作這樣子 對 那 的確 的確此刻我可能也 也不算是 那個 音樂產業的 那種第一線的人員啦 對啊 但是我覺得至少 有摸到邊吧 對 還行 而且也算是 出了 這個如今自己很滿意的作品 這樣子 對啊 至少 我覺得是有差出去的 對啊 嗯 那Bibi呢 哦 他出舒適圈 我曾經看到 我不知道 好像有看過 你寫過 一篇嗎 好像你說 好像是北藝那時候嗎 In Pants 然後你就說 求之若渴的 好像不是好奇 嗯 其實好像是源自於自卑 哦 對對對 因為那時候是我對自己的理解 就我發現我自己 可能是因為家庭交流的關係 就會 讓我很想把事情做到最好 比如說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 我國 我念國小的時候 我念國中的時候 我爸就一直跟我說 你要考北一女喔 就是 就是你要努力考到北一女這樣子 我當然沒有考北一女喔 那是他們的期待啊 你念高中的時候 他就會 希望你可以考到 台大之類的 他還買台大的筆記本 給我說 欸你用 你用看 這是台大的筆記本 就是你能夠感受到 好像認同來自於 你必須把事情做到極致 那個極致 他的 他的標準就是 某些名聲或是這樣子 或是 可能 你家人的期待 對對對 然後 我自己在回顧這件事情 然後 再想想看此刻自己 就會覺得說 哦我好像 做很多東西 我都會把它做得很好 那來自於可能就是 我想要獲得的 別人的期待 那 我剛才就是 就是 回你剛剛講 對那我記得我跑過 因為那時候我不是有跑去北藝進修嗎 因為我覺得我音樂上很爛 對 然後其實我剛開始進學的時候 我其實是非常自卑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真的什麼都不懂 然後可能我的同學 即便比我年紀都小很多 但是他們好像都已經有些失誤經驗 對 然後我在裡面都超級認真 超級認真 其實還是回到好學生的狀態啦 對 但是 我有在思考說 我是真的很想得到這些知識嗎 其實好像不是 所以我也想去證明一些 好像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什麼 對 那 就回應到我剛剛進北藝 我做這個選擇的原因 是因為我對音樂 不理解這件事情 才感到自卑 那是不是真的很愛這些東西 我很好 音樂部分啦 但是唱歌部分是我真的很喜歡 對 那現在 現在如果你回過頭看的話 你覺得那段時光對你來說 是 嗯 對 就是蠻 我不會 我覺得我蠻感謝那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很衝動 我辭掉工作跑去禁修 那時候我已經30歲了 就是 大家都會覺得說 你幹嘛辭掉一個工作 而且那個工作算是很穩定的 只是在逢華大學 教經濟學 然後我們寒暑 好像會 暑假好像可以放一兩個禮拜吧 然後只要上七八個小時 對 就是其實是很穩定的工作 而且你會有比較多自己的時間 對 然後我自己做的也已經很上手 可是我就是把它吃掉 然後跑去北京的書 我覺得那時候是很天真的 對 可是我後來 就剛才有呼應到 可能之前有討論到 你會不會後悔這個選擇 我覺得我不會後悔 因為 我覺得選擇完之後 我依然很努力的去 就是想要去挖掘 即便說我可能來自於我是很自卑的 可是我其實每一步我都想要把它做好 那我的確因為努力的去做好 我獲得了非常多 我也成長很多 而且我覺得這很不容易 因為其實 你說 可能大家對你那時候的期待可能就是 好 教學可能 一到三十歲 然後覺得可以好好生活 可是你 我覺得 能說毅然決然嗎 就是可以 放下這個 然後去做你 就是想要做的事情 或是想要去做的決定 我覺得這是很不容易的 然後他那時候可能你是很自卑的狀態 但是我覺得 很有勇氣 我覺得我那時候很天真 對 你說勇氣我也不知道哪裡來 就覺得很天真 你覺得好像可以 那辭職吧 好啊 辭職啊 然後去考試吧 好啊 考上了 那就去念吧 就是他其實是 很自然的一個 一個這樣順順順順走 也許就是上帝要我一直往那邊走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不能 我沒有 我那時候真的沒有什麼 什麼勇不勇氣 就是毫不勇氣 就是要放棄這些 直接沒有 就是天真 就是現在來看的話 是不是就 因為剛好現在我覺得也 算是走在音樂的道路上 嗯 就是等於說把那些過去念的東西 就是等下會在應用 對啊 其實人生有時候也就是這樣 就是可能你不知道當下在選 可能在面對會經歷什麼 但是你回過頭來看 其實他 哪怕在人生之後 可能你都會經歷到 嗯 然後都會是有用的 對 你只要好好的去 活在當下 就把每一步都做好 也許你未來就可以用到你現在 的產出一些東西 沒錯 所以現在也就是這樣的道路 沒有不好啊 對啊 沒有不好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就像你們說的 我覺得也是一個能量嘛 就是 就是相信當下做的決定 也不用後悔這樣 好 那接下來是瓢蟲 嗯 對 他其實這首歌 就是用瓢蟲故事做為音樂 對 其實在講一些就是 生命中 你總會有遇上一些 一些遭遇跟破壞 比如說 比如說那個 那個 現在很容易那種 不小心被詐騙啊 騙了一個大筆的錢很可怕 對啊 或者是那個 投資失敗啊 你要捲鋪蓋走人 等等的 欸 那 我們就是用瓢蟲這樣去做隱遇就是 你可能真的遇到一些巨大的 一個變故 你必須要脫開你原本 原本很安定的一個 比如說家園啊 或者是環境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這首歌想要 給大家在這樣的狀態下的人一點安慰吧 對 就是瓢蟲它 它的破壞 它會遭受破壞 就是人類的 就是佔領它的機器 其實任何生物都是啦 對 但是為了生存 那還是不得不要去找新的地方 其實我剛才 剛才事情也有說 就是我們有時候也會有那種被剝奪 不得不去做選擇 可是那個是有種受困的感覺 對 但我們就這樣還要努力的去做 掙脫 對 要去掙脫 你要往前 你才能夠有機會掙脫 然後找到你真的很舒適的地方 對 然後瓢蟲它 其實 我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之前有上一個Podcast的節目 那個主持人有 有另外的觀點 他其實 他在聽裡面歌詞 有一句叫做 往哪飛 然後他就會聽到 往哪 往哪 想要往前飛 對 他那時候聽到的時候 就是會有這個意向 我們也覺得蠻驚喜 就是 其實希望聽完這首歌的人 他 他其實會有那個想要掙脫這些枷鎖的動力 對啊 就是瓢蟲 我那時候原本聽到的時候 其實也是 真的嗎 一開始的時候 就最一開始我聽到 想說 就是我還沒看歌詞的時候 我就光聽的時候 我原本以為是 對 但是也很好 因為就是我想要往前飛 我想要掙脫這些限制 他同時雙關的就是 心中的掙扎 跟最後的選擇 就是他還是選擇 他那個想要的一個狀態 能說你們自己 曾經有被困住或是什麼 我覺得只要遭遇到困難 都會讓我有這種被枷鎖困住的感覺 就是 你已經很努力想要解決某些事情 但你也知道這個事 又不是只有你這個人在裡面 就是事主還有其他人這樣 對 其實我覺得做專輯 最難的就是 當人多的時候意見就會多 對 然後要如何去整合意見 然後這意見的結果 也希望跟你的想法是一樣 那不一樣你就要去妥協 可是在有個結果的之前的那些 大量的溝通跟時間的等待 那個是很煎熬的 對 你就很想要去趕快解決某些事情 或有些事情想要趕快有答案 可是 後來我發現這件事情 有時候不能及 對 它自然會有解開的 一天 對 但是 那個解開一點也來自於 你的過程當中 你其實很努力想要去 把這件事情趕快處理完畢 對 才會造成那個結果的發生 對 那當然那個過程 我覺得最痛苦的就是過程 跟放下 真的就是好累啊 對啊 但是其實 你換個角度這樣也是 因為大家彼此都是求好心切 所以才會 讓這個結果這麼晚才會產生 就是都想要讓這樣專輯 各個曲目都更好 對啊 所以才會 有這麼多討論 才會有這麼多的痛苦這樣子 我會這樣解讀它啦 也就是因為有這麼多的掙扎跟痛苦 所以才會產出這麼好的作品 對啊 但是你還是要努力去突破那些痛苦 對 才會到達結果發生那一刻 對啊 至少現在等待是值得的 對啊 我覺得是值得的 就是等到 對 終於等到現在 終於就是看著它出現了這樣 真的耶 就是它可以想像 它有經歷過多少的 就是掙扎的痛苦磨合 或是 對 其實現在有覺得 回去想說 真的完成了 會有那種 欸 真的完成了耶 其實 當下 就是過程當中 一定有很多時刻會覺得它不可能 就會覺得好像 沒有辦法 對啊 一定有很多這種對話 對吧 嗯 真的 好啦 那我們談到最後一首歌 神明圈 嗯 其實 我覺得 講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一直想到很多人生上面的 事件嗎 就是可能一個人很多來來去去的 嗯 我就會想到很多這一類的事情 你也可以先分享看看這首歌 你講的來來去去是 他還活著嗎 還是 對就是有些人 可能因為他自己的情緒 或什麼然後離開這個世界 然後就會覺得有時候生命很 渺小嗎 嗯 嗯 對就是他的歌可能 或是他的人可能很有影響力 但是 但是 也就是 那麼渺小 嗯 的那種感覺 對 這首歌的確是在 就是想要描寫一些比較低落的情緒 比較挫敗感 關於失敗 你對於 自己跟失敗之間的 怎麼觀看 你會覺得好像 欸 我怎麼做這件事情一直做不好 我可能在 嗯 這種 同樣經歷上 我怎麼一直在經歷失敗 等等的 好像是 你在一個 無限的迴圈裡面一直走得出來 好 對 那 我這首歌還是希望 畢竟我們 以我們的 我們的 價值觀 我們個性還是希望 我們的結尾上 這件事情是帶給人家力量的 欸 無論是帶給大家 或者是帶給我們自己 我就希望 透過這首歌 讓大家 了解到 就是 對好像 在某個視角上 我們好像是 無限的迴圈 好像沒有真的走出來 好像一直被 好像一直一個困局 但是其實如果我們有機會 從另外一個走向 生命的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旋轉的 這個方向 其實它那個軌跡 還是有在 往某個方向 在前進 無論是向上 或者是往前 那 我希望這首歌 是可以讓大家 呃 沉澱 然後 那個圈裡有一些暗示 就是說 我們好像被自己 彼此認可的朋友 或者是同樣的遭遇的人 我們自己好好的 圍成一圈 坐下來 能夠給彼此好好的鼓勵這樣子 就是 我想要帶給大家的感受 也讓我想到 其實 這樣專輯其實還就是 互相牽連的 就例如說 可能飄沖也是困在裡面 但是它後來掙脫了 嗯 或是 像好機會它可能就是 相信著 因為可以掙脫 所以它 相信有好機會 所以它選擇 這個能量 然後讓它 可以得以讓生命繼續這樣 嗯 我覺得 這樣專輯給我 到後面我真的聽起來 就好像是 就好像整體是 一圈的這樣 的感覺這樣 對啊 我們還是希望 給大家比較多的 往好的一方面去走啦 就是 我能夠 我們都能夠明白 就是當 困難沒辦法解決 或人發生衝突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負面情緒 或很陰謀的狀態 對啊 但已經有蠻多人 在為那個狀態 創造出歌曲 那 我覺得都市林間派對的音樂 就是 會想要用比較 就是 輕鬆或是 比較溫暖的方式 去跟大家講說 好 我知道 那個很難 我也了解 但是沒關係 至少 當你要爬起來的時候 也許我們音樂可以 多點的助力 讓你從地板上起來 因為我覺得 躺平終究還是要起床 你不能永久躺平啊 對啊 我覺得成熟大人 都是會這樣的 然後補充一下 剛才市井講的那個 神明一圈好了 就是 我們其實看很多事 事件上去體會 失敗或是成功 好 也許你覺得 這個圈我做得好 這件事情就像一個圈 可是即便 不論是任何的一個 一個事件創造的 這個循環 是成功和失敗 其實你只要努力的去經歷過 去認真的去度過 你都會獲得 其實這個圈 它會不斷的帶你往上提升 你會變成更好的人 對 所以我覺得生命圈放在最後一個 最後一首歌也是 想要鼓勵大家說 我覺得人生很長 對 不會在此刻就決定成敗 你只要好的活 未來你一定會感謝現在的自己 而且都是一個經歷 它也會讓你成長 其實那時候當下可能很痛 或是有傷口或什麼的 但是其實經歷過這些就會 就是也是痛苦使人成長 或者是 就是你會發現 其實你還是在往上 或是在往前進的 對 所以我覺得你們的音樂也是這樣 就是陪伴著大家 可能經歷過的痛苦 或是掙扎也好 就是默默陪伴著大家 對 好 最後要不要宣傳一下 我們 明年的2024年的1月19號 在台北熱悠悠 沒錯 在台北熱悠悠 我們舉辦我們張專輯的專場 那我們一定會帶來 我們這十首歌 專輯的十首歌 也會帶來過去EP的 跟其他單曲的內容 那現場一定有很多 有趣的狀態 那我們一定也是會 所以捷徑索文給大家 很多的同樂跟同樂 當你們帶著快樂來 我們可以 就是跟大家的快樂做慶賀 那當然如果那天來 可能比如說 那時候搞不好天氣很冷啊 什麼的 那我們可以就是 LOV 用我們愛互相取暖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 更有動力面對就是 年末 生活的一切 對 今年的年末這樣子 對 大家可以就是 讓大家去有力氣 迎接下一個 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 對新的一年 然後再繼續往前邁進 對 忘了飛 好 那今天非常謝謝 多次零件派對 謝謝 謝謝正廷 謝謝 終於我們談了 將近兩個小時 對啊很快樂耶 然後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到他們的FB IG 其實Youtube應該都有 可以收信到他們 然後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拜拜 拜拜